嗨,大家好,我是胡小韶 非常感谢小韶的老朋友们 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与厚爱 每天去看我的视频 为我评论,点赞,还有转发 让更多的人知道有这样一位老师 在教大家做衣服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 今天刚刚加入的新朋友 如果你是今天才看到小韶的视频 那么呢,小韶建议你 从我的第一个视频开始学起 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你就能够掌握学习服装打扮的一些要领 能够打出一些比较简单的款型 我现在呢,在做一个电脑版 这个电脑版呢,是我早上就开始做了 早上呢,尺寸还没有标注 是后面要给大家去讲这个手工版的这条裙子 这条裙子是小韶上一期视频里面 穿着了一件黑色的小领子 大家呢,有言说对这款衣服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下一期我将会给大家仔细的去讲 这款裙子的手工版 那么今天呢,小韶又继续给大家推荐几款漂亮的样衣 我们去看一下这些样衣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深受你们的喜爱呢 如果有你喜欢的,可以在底下评论留言 那么小韶看到了以后,也会给大家去分享和讲解这些服装、衣服的版型 这件小双衣呢,采用的是山猪雪纺的面料 这种雪纺呢,虽然是比干猪又厚一点点 但同时呢,它还是有一些些透的 这件衣服的它的整体设计呢,是小粒粒,无锈的 为了遮住我们这个白白肉呢 它又加了这个装饰和一边的这个设计 它的设计非常的独具匠心 是它用到了白折 在折边上面加上了白颜色的这样一个条纹装饰 与我们的扣子整体上是整体呼应 在色彩以及设计上面都是非常独特和新颖的 这样的裙子穿出来呢,非常的小女人活泼 同时呢,又带有一些些的俏皮 这件衣服它采用的是山猪雪纺的面料 但是感觉比山猪雪纺呢,还要厚一点点 手感呢,像酸的这样一个,醋感啊 是长袖的,肩部呢,做了这样一些小小的抽折 背面也是这样子的啊 后背这个地方也是抽了一些些的折 所以整体来是一个宽松的这样一个版型 设计要点是在它国际的这个截子的这个设计 它是加了一个这样的扣盘 不管你怎么样去系这个都非常的端装优雅 比较适合去搭配像我这样子的职业长裙 或者是配这种黑色职业装的裤子 都是不错的选择 这个裙子呢,是一条小女服的设计 然后用的是这一种拨点的元素 它这个下面的部分呢,做的是一层一层的这种蛋糕式的这种裙子 但是下面呢,又做的是一个包囤的一个版型 袖子这个地方呢,做的是一个小小的瓦片袖 然后领子的部分是一个微拟,但又没有很低 这边做了一个折皱的设计 很显腰身 那么后背的地方是有拉链 这个拉链呢,是做的一个 铭线的拉链,然后里面加了这种双牙的设计 整个衣服 都是非常的有设计感 可以平常穿,也可以参加聚会的时候穿 这个裙子呢,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设计 首先它是有两个颜色做的拼接 那么主色呢,是一个中厚的剥点 面料呢,有一点类似断面雪纺 但是不透的 它也没有断面那么容易抽丝 也有一点点像是麻纱的感觉 但是又比麻纱要柔软很多 那么袖子的部分呢,做的是一个 稍微厚一点点的摆折雪纺 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领子的部分 首先是一个微型领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翻薄领的感觉 而且做的是双层的 这一边没有啊,只有一边才有 那么下面的部分呢 就是一个包臀裙的一个设计 这边做了一个斜的偏筋 整体全部都是有一圈的这个荷叶边 我穿有一些大 这个可以穿到120斤 那么合身的穿着呢 它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所以现在再次用这个铁肉 那么多个形容